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很多汽车网站都会有一个指导价和一个优惠价 很多人会拿优惠价来作为参考 实际上这个参考价值不大 大部分只是作为经销商吸引客户到店的手段之一 当然也只是部分特定的车型才有这个优惠 比如老款或者最高配车型 很多时候实际到店了解的优惠都会比网上报价低很多 如果你坚持一个用网上报价去买车 不好意思 没这个优惠 容易没车 当然 少部分车型网上报价也算真实 还有一些实际优惠比网上报价还要大 这个也只是极少数 为什么有些4S店贷款买车比全款买车优惠更大 不少人在买车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往往贷款买车 4S店给的优惠比全款买车更大 设施费很 很简单 全款买车 车价 保险 税等费用都非常透明 4S店能够捞到的油水不多 但是贷款的话 4S店就会多了一些名物 手续费提高 保险抵押 安装GPS准用 上海费提高 然后 整体价格就比全款的要贵很多 所以 多给一点优惠你 其实就是个坑 为什么高配的车型比低配的优惠大 首先 高配车型价格比较高 优惠幅度要比低配车型更大 其次 高配车型性价比低 买了人手 自然优惠更多 高配车型之所以贵 只要是在配置上面 而这些配置 本身价格水分就比较大 所以在不优惠的情况下 买高配车型往往比买低配车型要值亏 如果优惠够大 那么买高配车型就比较滑的来了 为什么一些低配车型总是没有现车 厂家在生产一款车型的时候 往往有个最低配置的车型 这个车型价格比较吸引人 不过不少厂家这个最低配车型 其实并不生产 也不销售 仅仅是作为价格噱头 如果你费用买 那不好意思 没车 就是要把你往高配高价的车型上面赶 为什么4S店都要求必须在店里买保险 特别是低配车型 这个很简单 各种保险都是4S店买 里面就有油水捞了 越是低配的车型 本来在车价上利润就不多 所以4S店肯定要在其他方面 乍取一点利润出来了 为什 那么有些4S店要算落地优惠 而不是算落车优惠 这个问题也是不少车友那么的 其实这也是一些4S店 在算价格上的一点小伎量 如果是落地优惠 就是算上各种保险 税等费用 然后来个总的优惠 这里面油水全在车价之外的费用上 4S店再算这些杂费的时候 已经提高了不少 所以水自然就深 而算落车价优惠 那么其他费用就明朗很多 4S店就不好操作 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4S店 会给你算落地价优惠 而不是落车价优惠了 为什么试驾车都是高配车型 这个很好理解 高配车型 动力强 配置高 让你试驾一下觉得爽 等下再去看你之前看中的低配车型 你会觉得各种不满意了 于是在销售的忽悠下 你就吸安里得的买高配车 为什么厂家喜欢出小改款车型 这更多的是噱头而已 每年出一个小改款 改一点点外观 增加一点点配置 看起来比老款更划算 实际上 这车型一更新 优惠就没有了 比如买了两年的一款车 现在优惠两万 你觉得明年它会更优惠 实际上厂家弄得小改款出来 标榜新款车型 新车优惠就少了很多 而老款的优惠也就不会再继续增加了 这样厂家又可以多劳一段时间了 为什么普通销售和经理给的优惠不一样 有一些车友在买车的时候会发现 在谈价格的时候 销售说可以给一万优惠 但你心里的底 限是一点五万的优惠 于是这个销售说 他给不了这么高 必须要问一下经理才行 他才可以给最大的优惠 等下问了后 优惠一点二万 买不买 其实这是销售耍的滑头而已 到底能给多大优惠 他们心里清楚的很 极少存在优惠权限的问题 为什么有些车行定车后 等车时间要很久 这个一方面是因为热销车的原因 厂家产能跟不上 或者库存不足 另一方面 如果你定的车型 在颜色 配置等方面 都说比较少人选购的 那么这种偏小众的版本 厂家生产不多 也是要重新安排生产 还有一方面 则是4S店的小伎俩了 为加价提车 和让你多掏钱 购置竞品配件 提供条件罢了 声明 本文来自 一车网 论坛网友 LP1375699 新权私信联系山口 责任编辑 Len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